我宣布,本次考试的第一名就是贝小黑 哇塞,贝小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我要当他的榜样 不及格的同学,由小泽塔和小戴拿 你们都到黑板前面给我站站 好好地反思一下 嘿嘿,还好罚站没有我 看来我这次考得不错 你确实考得不错 成功拿到了倒数第一的好成绩 你老爸赛罗可是我的得意门生 你就不能像你老爸一样让人省点心吗 第二天赛罗被雷欧叫到了学校 正好碰到贝利亚父子 赛兔子好久不见呀 你看我儿子又考了第一名 考了第一名 赛罗被嘲讽 他的心里非常气愤 当场就把小赛罗臭骂了一顿 小赛罗你太让我生气了 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 下次考试要是还不及格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小赛罗别怕 赛兔子如果不要你了 我就收你为义子 贝老黑 你 被训斥的小赛罗心情非常郁闷 他想破脑袋 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把成绩提上去 一下子考试只有一个月了 我该怎么办 如果再考不好 爸爸肯定会生气的 我真是太难了 小朋友你好 听说你学习成绩不好 我是特意来帮你的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问你 你想不想每次考试都考满分 让同学们都羡慕你 我当然想了 很好 只要你回答对三道题 我就可以送你一个智力宝球 有了它你想考多少分都没问题 真的吗 那你快点出题吧 一只羊有几个脑袋 一个脑袋 几条腿 四条腿 多少毛 啊 是我拿数的过来 看来这个智力宝球 真的很适合你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出来 这就是智力宝球 你把它拿去吧 不过我劝你少用 否则会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从此以后 小赛罗每次考试都考满分 他开始变得讨厌学习 还经常在上课的时候玩手机 虽然他得到了同学们的夸赞 但是没过多久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小赛罗的皮肤 居然变成黑色的 哎呀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变得这么黑了 这也太难看了吧 忽然 神匿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并且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小赛罗 你的分数都是用你的奥特能量换来的 不努力学习 还想考高分 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哈哈哈哈 赛罗叔叔不好了 小赛罗被我的老爸抓走了 他让小赛罗给他打工 你赶快去救救他吧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 被小黑你老爸的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敢抓小赛罗 这下他肯定要倒大美了 赛罗叔叔 你快点和我走吧 再晚了 小赛罗会有危险的 被小黑你快把我放下来 小赛罗不会有事的 赛罗叔叔 我老爸可是个大坏蛋 你就乖乖地和我去吧 小赛罗 到了我的地盘 就得乖乖地听我话 看到后面这些金砖了吗 天黑之前都要给我搬满 不然我就把你丢海里为鲨鱼 被叔叔 你凶什么呀 我搬就是了 这还差不多 你们几个小老弟 给我好好地看着小赛罗 不准让他偷懒 是 老大 可恶的被老佩 看我怎么教训你 怪兽大哥 你们想不想吃汉堡呀 想啊 可是我们还没发工资呢 那好吧呀 只要你们把贝利亚教育一顿 我可以带你们去吃 可恶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呀 怎么连我都打呀 被老大对不起了 小赛罗要请我们去吃汉堡 条件是要教育你一下 我们几个实在是太想趣了 只能委屈被老大您了 小赛罗 你可把我给坑苦了呀 贝小黑怎么样 我就说小赛罗不会有事吧 小赛罗真是太厉害的 没想到我的坏蛋老爸都被他坑了 我要给小赛罗两个大拇指 小赛罗 上次的事情先原谅你了 我再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谢谢你贝叔叔 我保证下次不敢了 今天你的工作就是给我喂猪 要是我回来看你喂的不好 我就把你的屁股做开话 贝叔叔 您放心吧 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的天呐 我的猪呐 小赛罗我的猪去哪里了 贝叔叔你别急 先听我给您狡辩 贝叔叔 您养的猪实在是太多了 我喂了半天也没喂完 我就把它们放出去 自己找吃的了 可恶 不过我还留了一头 但是我要骑着他回家 再见了贝叔叔 小赛罗你也太康了 快把我的猪还给我呀 赛罗叔叔 我老爸这也太倒霉了吧 你老爸以后肯定不敢再做坏事了 哈哈哈哈 小赛罗你快让我们进去 游乐场又不是你家开的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凭什么 就凭本大爷今天把整个游乐场都包了 可是我们也买过门票了呀 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就是呀 你在说谎 既然有人包场 为什么还买我们门票 你快让我们进去 你们买没买过门票 关我什么事 快走开 本大爷今天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可恶 找他们退票去 西奥叔叔 我们大家都买了门票的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游乐园玩 今天小赛罗大爷包场了 你们改天再来 就算是不让我们进 是不是也该给我们退票啊 对 退票 快退票 退票给我们 退什么退 快走开 门票买了就不能退了 再也不走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可恶 真是太欺负人了 小赛罗怎么会这样 我要发狗头嘲讽他 就是啊 他们也太不讲道理了 我们怎么办呀 我总是觉得不太对劲 小赛罗是咱们的好朋友 今天变得像不认识咱们一样了 还有西奥叔叔 他平时都是很温和有礼貌的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粗鲁 听你们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调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迪家 你自己要小心点 我们先回去了 我们会让赛罗叔叔过来的 小迪家又回到了游乐场门口 发现门口并没有人看守 然后就悄悄地溜了进去 小迪家在游乐场 巡查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游乐场里面 果然不太对劲 好奇怪 怎么会有两个小赛罗 和两个西奥叔叔 究竟是谁这么大胆 难道又是怪兽出来做坏事了 大哥 这两个奥特曼怎么处理啊 好不容易抓住的他们 不能轻易地放了 不如把他们的奥特勋章拿过来 孝敬我们的被老大 呸 你个臭怪兽 想拿我的奥特勋章 口气还挺大 都臭得我张不开眼啊 哪里 你看你的牙齿 又黄又稀疏的 臭得跟着榴莲似的 你 你 别你你你的了 赶紧回家 该洗的洗该刷的刷 别臭着大家 是谁藏在那里偷笑 赶快给我滚出来 臭榴莲大哥 我是小迪家呀 没想到又送上门来了一个 小迪家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对呀 我就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来打我呀 臭榴莲 看你能不能追上本大爷 站住 小迪家有本事你给我站住 快来呀 你这个臭榴莲 我就在这等着你呢 你这是吃奥利给了吗 这也太臭了吧 小迪家吃没吃奥利给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吃拳头了 赛兔子 手下流行啊 贝老黑 你这些怪兽小弟又出来干坏事了 你再不好好管教他们 我就要教训你了 赛兔子 你听我给你狡辩 不对 是听我给你解释 原来 怪兽们打算给贝利亚一个惊喜 就想着包下游乐园 让贝利亚过来玩 由于钱没有代购 就开始在游乐场门口欺骗游客 但是被小赛罗和辛奥识破了他们的计划 恼羞成目的怪兽 就把两人抓了起来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一幕 最终两个怪兽 在赛罗的教育下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取得了大家的谅解 你们两个走开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爸爸 爸爸这是怎么了 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了吗 你们两个学习成绩这么差 完全不像我当年的样子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孩子 爸爸 请原谅我们 我们 你们两个赶紧走 我才不要有你们这样的孩子 小小乔 我们还是走吧 反正爸爸 也不要我们了 哥哥等等我呀 哥哥 我们去哪里呀 我好饿呀 能不能给我个汉堡吃 小小乔先忍一下 我身上没带钱 等有钱了我们再买 去去去 没钱就快走开 别耽误我做生意 哥哥 我们去找格力乔妈妈吧 她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格力乔妈妈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我们的奥特能量太少了 根本就没办法走到那里 要不我们去找贝老黑叔叔吧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对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们现在就去找贝老黑叔叔 小赛罗和小小乔急匆匆的赶往贝利亚的家里 小赛罗 小乔乔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贝老黑叔叔 我和小小乔被爸爸赶了出来 你能把我们送到格力乔妈妈那里去吗 当然可以 小赛罗 我这就带你们去开启传送门 谢谢您被老黑叔叔 你们看 这就是传送门 但是他需要很多的奥特能量才能启动 我和小小乔 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奥特能量都用来冲击了 能用你的奥特能量吗 没问题的 小赛罗 屏幕前的小伙伴肯定也会帮助我们的 贝利亚将自己的奥特能量注入传送门 门从中心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小赛罗 小乔乔 传送门已经启动 你们快去找格力乔吧 谢谢你 为了老黑叔叔 哥哥 这个地方好大呀 格力乔妈妈 你在这里吗 你在这里吗 好像是小赛罗的声音 他不是在家里吗 小赛罗 小乔乔 你们怎么来了 小小乔先不要哭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们了 妈妈会为你们做主的 妈妈 我们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赛罗爸爸 把我们赶出了家门 可恶的赛罗 居然在我不在家时 这样对待孩子们 走 我们回去找你赛罗爸爸算账 赛罗快给我滚出来 乔妹妹 来了来了 我马上给你开门 乔妹妹 你拿武器做什么 快点放下 拿着多累啊 赛罗 你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怎么能把孩子们赶出去 我看你是皮痒了 乔妹妹 我错了 你不要再打了 赛罗 你给我站住 乔妹妹 我承认我错了 不要再追打我了 爸爸你千万别松手啊 这样太危险了 爸爸你快拉我上去啊 我快要掉下去了 小赛罗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我是你的扎机大人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愿不愿意加入黑暗军团 成为我的接班人 黑暗扎机 你简直是痴心妄想 识去的话 赶紧把我放了 不然我赛罗爸爸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救命啊 黑暗扎机真是太坏了 居然欺负小奥特曼 小伙伴们和我一起发狗头 来嘲讽他吧 此时泽塔奥特曼 正好下班路过 发现了遇到危险的小赛罗 不好 小赛罗有危险 我得抓紧去救他 还好我来得及时 刚刚真是太惊险了 小赛罗 你为什么会从 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是黑暗扎机 假扮成赛罗爸爸的样子 把我扔下来的 可恶 黑暗扎机 真是本性不改 上次做坏事 刚被教训 今天又跑出来做坏事了 就是啊 黑暗扎机 真是太坏了 非要让我加入什么黑暗军团 还让我当他的什么接班人 我不同意 他就把我扔了下来 我看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小赛罗 你自己先回家 我去跟踪黑暗扎机 看看他有没有伤害其他的人 小赛罗 你可算回来了 你狄家叔叔有急事 正在找你呢 小赛罗 你知道小狄家去什么地方吗 狄家叔叔 小狄家放学后 就回家了呀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 小赛罗 你确定看到小狄家 回家了吗 原来 今天放学后 小赛罗和小狄家一起回家 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 赛罗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后 小赛罗就和赛罗坐上车离开了 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而此时 泽塔偷偷跟随黑暗扎机 来到了怪兽基地 眼前的一幕都让人惊呆了 好几只小奥特曼 居然和怪兽在一起 老大 有三个小奥特曼 加入了我们的黑暗军团 做得不错 我们还得掌握更多的小奥特曼 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占领光之国 不好 我得抓紧通知师傅 前来解救这些小奥特曼 泽塔将看到的一幕拍照 发给了赛罗 收到泽塔的信息后 他们认为 小迪加的失踪 肯定也和黑暗扎机脱不了关系 赛罗 现在情况很危急 我们兵分两路 你去怪兽基地救小奥特曼 我前去寻找小迪加 好 事不宜迟 我们抓紧出发 臭怪兽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不要过来 只要你答应加入黑暗军团 我就不会伤害你 否则我就把你从这里扔下去 可恶的怪兽 你休想欺骗我 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 真没想到 小迪加居然这么勇敢 在怪兽的威胁下 依然不屈服 我们一起发送鲜花鼓励他吧 小迪加你说得很对 我们光明的奥特战士 怎么能向黑暗低头 怪兽 其受光明的洗礼吧 你 你 你这也太狠了吧 黑暗渣机 快放了这群小奥特曼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 赛罗 我劝你别管闲事 是这几个小奥特曼 自愿留下来的 赛罗叔叔 他在说谎 你快救救我们呀 吃我一拳 最终所有小奥特曼 都被救了出来 黑暗渣机和他的怪兽说 以后再也不再做坏事了 也不知道他们说的话能不能相信 卡卡 我的小啾啾 赛罗蛋仔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小赛罗最好的朋友 不好 小赛罗有危险 小赛罗 爸爸来保护你了 哪里来的小怪兽 不许伤害小赛罗 可恶的小怪兽 赶紧给我滚 你这个臭爸爸 为什么要欺负我的朋友 小赛罗 你怎么能把这只不明生物 当成朋友呢 赛罗爸爸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看下视频 小赛罗 你怎么和小僵尸在一起玩 他会伤害你的 赛罗蛋仔 不许你说小僵尸的坏话 我们现在可是最好的朋友 而且 小僵尸他非常厉害 有他在 就没有人敢欺负我 你赶紧给我滚开 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小赛罗 居然把赛罗蛋仔赶走了 这次没有人会保护他了 我这就把他抓了 送给贝利亚大王去 小僵尸 你真是太好了 居然还让我骑着你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你们两个给我站住 没有赛罗蛋在保护你 我看你们能跑去哪里 小僵尸 你不是说会保护我吗 你赶紧停下来 弹掉这只怪兽 还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啊 小赛罗 你有本事继续跑啊 小赛罗再见了 我最害怕怪兽了 我根本就打不过他 小僵尸 你别丢下我不管啊 来不及了 赶快点赶快点 小赛罗你快跑 我来挡住这个怪兽 可恶的赛罗蛋仔 你不是被小赛罗赶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赶紧赶紧赶紧 小赛罗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我这么对小赛罗蛋仔 他居然还拼命保护我 我不能放下他不管 赛罗蛋仔都怪我不好 是我连累你受伤了 没关系的小赛罗 不过刚才那个怪兽很强大 我用光了所有能量 才把他赶跑 赛罗蛋仔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走了 原来是这样 都怪我太着急了 对不起赛罗蛋仔 是我冤枉你了 我现在就将我的能量 传送给你 帮你恢复身体 我的能量也传给你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 小朋友们一起发送小猩猩 帮助赛罗蛋仔恢复吧 太好了赛罗蛋仔 你身体终于恢复了 卡卡 我的小啾啾 赛罗蛋仔 我要把你帮助小赛罗的事情 告诉相信光的小朋友们 相信他们也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